许医师我们今天准备了20题 家长们会遇到的问题要考考你 许医师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 在画面前的你也可以答题看看哦 下列哪个不是口腔疾病 A口腔癌 B牙周病 C蛀牙 D耳口疮 E以上皆是 E以上皆是 像耳口疮它就是一种 真菌的感染在我们嘴巴里 为什么人比毛小孩更容易蛀牙 A牙齿构造不同 B人与动物的口腔环境不同 C小孩没有落实牙齿清洁教育 D人类精致饮食 E以上皆是 E以上都是 根据兽医师的说法 狗狗的口水是偏碱性 加上牙齿的构造比较不容易卡扎 所以他们相对来讲不太容易蛀牙 但人类在进食后 脱衣是会偏酸性 所以我们在饭后一定要落实确实的清洁 因而时期哪个牙齿通常最早冒出来呢 A下牌乳门牙 B下牌乳牙旧齿 C上牌乳犬齿 D致齿 A下牌乳门牙 致齿的话不见得每个人都有 那有的会冒出来 有的不会冒出来 下牌后侧的乳牙 常常把妈妈会以为他们很快换牙 其实他们大部分是要到 9岁10岁左右才会换牙 如何帮助孩子不怕看牙 A看牙科绘本 B定期回诊检查 C与孩子玩看牙游戏 D不拿看牙恐吓小孩 E以上皆是 E以上都是 其实小朋友三岁以下 就医看牙会怕是很正常的 通常都会哭闹不太合作 如果爸爸妈妈想要帮助他们 就诊顺利 可以在家里多读绘本 做情境模拟 刷牙的时候 小朋友躺下来的姿势刷 都有助于帮助他们看牙 不那么害怕哦 牙齿在摇代表的意义 何者为非 A可能有牙周病 B有外力撞击冲击 C不可能有助牙 D肿起来了 C不可能有助牙 牙齿在摇啊 可能是第一个有牙周病 那也有可能是 有时候助牙太严重 通常会伴随疼痛 甚至底下有肿起来的现象 也会摇 另外就是外力撞击 也会造成牙齿摇 下列何种方式 无法改善小朋友嘴突爆牙 A做牙齿矫正 B机功能矫正装置 C来找许医师 D口呼吸 近年来临床医学研究 我发现 口呼吸这个不良的习惯 会助长咬合不振 齿裂的不稳定性 所以我们要多做一些口腔肌肉训练 训练用鼻子呼吸 不要用口呼吸 请问下列何者生物一生换牙次数没有极限 A人类 B鲨鱼 C鳄鱼 D犬猫 B跟C鲨鱼跟鳄鱼 人类的换牙只有一次 大概就是6到12岁这段期间 一直在换牙 那换牙以后呢 就没有第二次重生的机会了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牙齿 培养孩子什么饮食观念 有助于齿饿发育 A拒绝吃硬的食物 B食物都要减碎磨碎才给孩子吃 C不挑食什么都吃 D挑食就挑食吧 营养不足吃保健食品就好 C不挑食什么都吃 小朋友多咀嚼啊 可以促进恶骨的发育 如果都专吃挑软的 减碎才吃 会发现他们的牙弓发育不够 通常牙齿也会比较凌乱拥挤 牙齿蛀牙的原因 A爱吃糖 B没有来找许医师看牙 C吃饭很慢会含饭 D没有使用含服牙膏 ABCD全部都是 现在很多小朋友啊 吃饭会含在嘴巴里 那一餐都吃很久 甚至超过一个小时 那这种研究显示 长时间的食物跟牙齿的接触 会导致蛀牙 登登 是的 如果乳牙齿的牙缝很密 看起来